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教一个非常秘密的哈登绝技 这也不只是哈登 很多高级篮球技术精英技术 球人都会使用的 超级篮球技术动作 弹幕刷起来 球人动作 OK 就是当有的时候 你面对一些非常技术的防守人 比如说我们的南模 弹幕刷起来 南模 他向我进行了一些非常强大的防守 我不知道我没法去哪也去不了 对 或者说有一些 脚非常快的人 但是他不太会打球 我往前走 他用另一个手去够我 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一种方法我们温固一下 我们以前的招数 我们以前是往下滑 是 到这儿了以后 对 看我的护球手 内侧护球手 我们放慢了 我在我突破的时候 我到这儿了以后 这个手放到这儿 把他的重心往那边甩 往往往往前走 对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方法 反方向一样的 反方向一样的 他手搭在我腰这儿 我这个手抓到他这儿 往下走 往前走 对 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种 非常high level的招数 就是我往前走 他另一个手上来了 对 他另一个手一直这样卡着我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手就会可以自然而然的往上勾 这样 对 这样勾 把他勾着 我上篮 他是没有招架的能力的 我比如说我已经很明显把他过了半身位 他这么卡着我 对 然后如果就是裁判还不出来犯规的话 这个时候你 治他的方法 就是你一个手直接把他勾住 然后上篮 对 然后包括 如果你们是在很上的 这种位置 很高的位置 他用手这么防你 然后呢 有时候你们打野球 裁判也不吹 谁也不吹 然后上上上 上另一手 对 你就可以挂着他往前走 对 然后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挂着他的话 你是这种身为 所以你可以一直挂着他走 然后你这 这 这就犯规了 但是呢 我用这种方法更多的是在篮筐底下 比如说我已经把它给过了 这个时候我一手一捞 对 往前走 对 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很多这个 篮球训练师 让你们玩一些什么球啊 上篮的时候抓个球啊 或者起来的时候抓个什么东西啊 跟这个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正走 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它是很难防的 因为 这站我们正前面 我现在是用右手上篮 他现在右手被我挂住了 我这个时候起 他没法冒我 他不可能拿头冒 或者他那个手基本上够不来 对 这是一个很秘密的 小挂人的招数 这边也是样子 我在这边用左手起 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种最不记忆的方法就是 你造犯规 我到这儿一挂一起 这是犯规 对 然后以及就是 除了篮筐底下 上面 它贴防 我到这儿 挂住 然后我可以放开 它又上来了 哎 又挂住 对 这个是 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但是这种动作呢 理论上讲它是不是犯规的 为什么它不是犯规呢 因为比如说它在 防守我 是它在侵犯我的援助体 我这样挂 是 对 这是我的区域 所以我挂 如果是犯规 那是它犯规 但是如果你碰上那种就是 看到你挂人 吹你犯规的话 那你就不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一种就是 如虎添翼的 一种动作 就是你有这个动作 你基本上就非常high level 你没有这个动作 你不能挂的话 那我依然也可以很正常的 打篮球 对 这是一个小技巧 有的话你就high level 没有的话你也high level 有的话你就更high level 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